嘩嘩 哈囉又是我 已經比其他人遲了很多 所以都要加緊腳步 那就要繼續前進 我們這個32章的33關 這裡就寫的是遠距離 然後就電屬性 這裡是不能讓我們看看它有什麼能力 不過不要緊 我們可以在官方上面看到 看看它大致上是什麼攻擊方式 可以看到就類似一個盾的形狀 這隻掛叫做驚將容器 這個是打人突擊來的 但是不要緊 打人突擊就跟主線那隻應該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整體上的方向 就是它的攻擊應該都有八成相似 可能有一兩成會不同了一點 就可以看到它的防禦力 跟這個水晶鞋殘留的數量有成正比 破壞這個水晶鞋來降低它的防禦力 即是稍後可能有一些水晶鞋? 我不知道啊 我想這樣看呢 它補一顆像水晶鞋 它整身都是水晶 它跟水晶動物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整身水晶 只有一個盾子而已 完全看不到那隻鞋在哪裡 如果未能破壞水晶鞋 複製品 不知道什麼叫複製品 它就會攻擊最高傷害的離機 一鼓作氣用強大的攻擊破壞複製品水晶鞋 我猜水晶鞋應該是一些部件來的 所以用一些可以破壞部件的角色應該會方便很多 它是水晶的 即是用電屬性打 水晶鞋的攻擊模式下 於受到攻擊前持續攻擊離機 請在水晶鞋進入攻擊模式時 立即攻擊它 阻止它持續攻擊 那就是這樣了 這次單人突擊就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轉線來溫習一下 看看它有什麼攻擊方式 到時大家都不會那麼瘋狂 用最激槍吧 然後這個框好像沒有上次的水晶動物很漂亮 不過我也不會用 獎勵一樣都是那些 自選SR收藏品 還有一些強化素材等等 OK 我們首先進去看看它有什麼 劇情方面就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次的主事好不好看 我覺得挺搞笑的 進去銀華 我對銀華的好感到持續上升 很期待去一天穿一些雷卜裝 或者是 我覺得未來可以出一個 游去主導的一個 非常之有反差感的一個活動 可能好像初音那樣 臉紅地說 Doki Doki 就這樣 哇 這樣一定很搞笑 你想想銀華那種態度 然後 如果 有這種反應應該是笑死的 做完之後會立即吞氣我們 然後 Larpy好像是第一次用Live2D的模式 展示它的紅髮 因為我記得之前好像沒有看過 就是那些插畫 那些CG圖上面才看到紅髮的Larpy 這次好像是第一次看到 那是不是真的 告訴我們Larpy的SSR差不多要出了 大家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兩周年 不會兩周年是出 灰高梁吧 那我們Larpy要等到什麼時候 第一次出兩隻 出兩隻的運動不太好 我們的荷包頂不住 但是又不出Larpy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原來這東西就叫水晶鞋用 它本來是水晶鞋 只不過有些水晶覆蓋了它 但我怎麼看都不覺得它是一個鞋 不是一個盾來的嗎 噢 我記得了 為什麼 我記得了 為什麼是一個盾的形狀 我想起之前小紅毛的活動 灰姑娘好像是控制很多個 類似這些盾牌來攻擊的 所以 原來這些東西叫水晶鞋 我以為真的是一隻鞋 原來是一個盾來的 好了 可以看一下它的路三針面目 等等 繼續下去之前 麻煩大家訂閱一下 最後給個like share那些什麼都好 我需要你們的幫忙 讓我盡快 多點訂閱 多點view 向Youtube 爭取回我所失去的 整個亂交黃標 完全沒有收入 我在哪裡失去 我還要在哪裡拿回 不需要大家付錢 我要向Youtube爭取回 爭取完之後 我就可以買我這個 多羅GK 超級正 我現在有人生目標 只可以回去 希望我可以盡快 高點訂閱 高點view 我就可以買到 買完之後 我就四月無堪了 順便如果你有Facebook 或者IG 都可以追蹤我這個帳號 有空也會分享一下 一些日常 玩具 相片之類的東西 那我們繼續 正方體 哦 哦 旁邊有很多飛彈 看看他有什麼攻擊方式 說會有很多飛彈 射過來 然後就 這個是不是就是水晶鞋 核心就 核心在中間 可以打到核心的 看看是不是 哦 都打到一個紅色字 核心在中間 不一定要用穿透的 他現在有兩種形態 是不是要用電屬性 如果沒有打爆 就要吃這個 全體的 藍色攻擊 然後他會出現紅圈 如果不打紅圈會怎樣 全化為攻擊炮 哦 我想到時候打人打擊是秒殺的 現在主要線 沒有那麼厲害 然後你看到他有四層防禦 哦 哦 我明白了 嗯 這些就是所謂的水晶鞋 要打他的 飛盾 大致上都明白了 然後我們要用電屬角 我們可以玩一下 少少無視防禦隊 雖然我自己都沒什麼練 可能都打不贏 沒什麼練 傷害差太遠 這樣先砌 無視防禦隊 我差爆一那隻 睡覺從未升 我不敢升 因為我怕他又出了一隻 新的收藏品 你有的話 可以換一隻爆一 那我放了一隻奶媽在旁邊 提升生存能力 那我整隊的選手 只有拉普拉斯 我現在就沒有升 都是全技人士 試試玩一下 這個無視防禦隊 看看可不可以打贏 那我就算不打爆他的水晶鞋 都可以無視他的防禦 對不對 這次那兩張的難度是比較低 因為之前我記得上一次 30張的時候 他有一隻水晶的自爆怪 那時候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一直都是全自動 然後我看到什麼 為什麼會輸 把我的手都看著 頂不下去 有一隻新的水晶自爆怪 如果你的電腦沒有第一時間清掉 那就很煩了 你就會被他瞄了 喂 為什麼剛剛會打破傷害呢 我現在無視防禦 我現在無視防禦 我可以控制哪一隻 他全部都是全速攻擊的 等等 我怎樣 原來這隻 哈哈 我忘了這隻是爆 這隻40秒CD 我們重新來 不知道 我看他的樣子 好像爆2 20秒秒CD的感覺 我快到一隻老師 都可以的 老師的回去能力都不差 都很難得 我們控制他 我們順便打一下飛彈 不好意思 我忘了我這隻的練度 幾乎是沒有的 嘩 好不起眼喔 他那些什麼水晶鞋 我要注意他旁邊有沒有水晶鞋 彈了出來 這裡 嘩 一定要用電縮嗎 不對 打爆 好爽啊 CGGG Inventil 否有拋 好爽啊 你看 為什麼不爆 他的核心就是爆了 打爆了之後呢 先清紅血 為什麼現在沒有核心呢 喂 扶街 我現在這段時間開 浮游炮大機 嘩 要小心點 浪費了一些時間 我現在 他沒有核心 是不是 不是 我有 哦 一定要跳和魔方碎片 我才可以打到他 這個才是核心 爆了就沒有核心 是不是 好爽啊 哎 來了 就這個了 這個也是用電縮 我覺得他那些水晶鞋很不起眼 為什麼造成不到傷害呢 看不透 這裡可以補充一下 為什麼造成不到傷害呢 因為他還沒有攻擊 剛才說要去攻擊的時候 我們才可以攻擊到 什麼叫做去攻擊的時候呢 如果你有發現剛剛 我們其實是射到他一點 即是說 只要敵人 向後 那幾秒 我們就可以破壞到他 相反 如果他 在前面一點 那就無法造成輸出了 好像現在這樣 一定要向後縮 那一下 你就可以打中 你才可以對他的 上職鞋造成傷害 而且一定要用 速力攻擊去攻擊他 好像剛剛那樣 因為我其他角色是衝鋒槍的 只要一拼到他 都會立即無法造成傷害 所以這一點都很麻煩 我覺得 至於是否真的要用速力攻擊 我們到時候再試一下 但我暫時推斷 就一定要用速力攻擊一下 打爆他的盾 不然就無法 那看來對了 我們現在無視了他的防禦 反正我們都打不到他 那我們無視防禦 就算他加防也沒用 我們都無視了他的防禦 雖然不可以說完全無視 但起碼打到傷害 你看看 完全打他 是沒有扣過血的 又不是屬性 我們是用電屬的 嘩 他這樣轉發 好 嗯 第二的愛因 真的是 前套無可限量 全4等練度 嘩 又再一次證明 浮游炮的厲害 雖然很厲害 但因為常駐角 大家可以後面才抽 我這裡整體練度 只有拉普拉絲 但我拉普拉絲 都是T10 0狀 都不能說練度很高 而且他沒有差 遲條 所以都不能說練度高 中上都是那種水平 尾到原味 尾到高 但我的愛因真的低 一件T10 都沒有 已經是打到1億了 所以打BOSS來說 這隻無視防禦都蠻厲害 而且他今次主線都畫了一個 都不能畫一個限 因為之前已經說了 拉普拉絲 本身是銀華那隊 即是未來出 我猜可能兩周年 可能會出回 以前的拉普拉絲 和銀華一起相處的時刻 可以這樣出 還有這隻 這隻可能未來放在更新館 這隻也很棒 像不像那隻毒液 即是MARVEL 那隻黑色蜘蛛盒 毒液 有些黏液在他身上 水平鞋應該差不多出來了 我被人劇透了 不過我自己被人劇透 沒所謂 因為我都忘了 我自己都忘了 我最記得有印象 可能到時少了一些第一反應 但我看到都會說 嘩!很震撼 所以我不怕被人劇透 應該差不多了 拉普拉絲不夠打 應該是PV我們站起來 打算來個超派鐵拳 嘩!銀華 啊!銀華之前站不到 所以他就派在那裡 去幫忙 唉!糟了! 開始被銀華圈粉了 好期待銀華之後 換身的驅體 怎樣可以魅惑我們指揮官 一定很搞笑 來啦! 嘩! 我看小紅毛的時候 對他沒有什麼感覺 我只是當他最終是BOSS 現在看這張圖 嗯... 真香 算了 我要灰姑娘算了 拉普拉絲 下次吧 因為PINAR應該沒有見過 PINAR是後面的 所以... 不要是PINAR就好了 但應該不會 PINAR好像不是這樣的 頭髮沒那麼直 正 白盒的味道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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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 聖利女神? 他說什麼? 我的聖利女神 就是灰姑娘 劇情很亂啊 以前為什麼我們要打灰姑娘 為什麼要用小紅毛打灰姑娘 既然他不是敵人的話 到底是為什麼啊 我很想知道啊 不過應該完了 看完了 要等下一次的 嘩! 那真的又要等多半年了 對啦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裡了 那我這次都不知道 為什麼我攻擊的那些 部件是沒辦法扣腦血 我們到時候打人力氣再忙 只是暫時知道可以打爆部件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再見 我是LINK 拜拜 我可以見到 我可以見到 我們這波總的 把這個打人交給的 我們看著 好久的 會想要 那را一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